大家好,這裡是VST DreamCatcher回歸也帶來新的專輯Follow Earths 這次先聊一下主打Vision和其中一首Fairytale 主要會從音樂的角度編曲和旋律製作去講 不過這次就不跟著歌曲一步步講編曲了 直接從整體去說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從Vision講起 在編曲上仍然將氛圍和故事性掌握得很好 從前奏進來就非常有像在觀看電影的感受 相當有氣氛的背景配樂 類似那種國際巨姿拍出來的爽片或是生化大戰類型的 這段聽眾的氛圍感受非常融入 也有一種音樂質感的提升 而背後最明顯的一個貫穿整首歌的中低音的爬音旋律 可以說是這首歌最重要的補感 把整首歌的氣氛一直掌握著 主歌能夠運用它製造出緊張準備爆發的醞釀 主唱音則能順著它不疾不徐的鋪陳氣勢出來 而每段承接的起伏感覺也是真的很有像在看電影的既視感 尤其是這邊主歌顯接副歌間的橋段 這邊氛圍轉為較緩和的韻亮 背後的和聲和中頻的wave 音色 再加上一些細碎的電流的音色 把畫面構築得很棒 橋段的緩和反而更拉扯了旗帶的爆發感 也能夠將故事性更有層次地展現出來 副歌這邊又帶進了前面說到的爬音骨幹 旋律上變化一些和弦內音 並在與電擊它充滿電流感的overdrive 破音效果一起加重 把氛圍那種衝突移出即發的感覺做得很好 這個爬音類型雖然也不是這首歌現在才出現的 就像前面提到的一些電影或電動的BGM 都也有相似的音色旋律 但是只要出現在編曲中它的效果就是相當的強烈 而這次Vision的編曲感覺是比較偏向美式的Heavy Metal 融合目前主流的POP元素 大部分美式金屬性浪潮都是有運用紅腔加上Rap 而Dream Tetra的製作則是把它的編曲元素帶出來再融合POP 聲音上則是運用成員各自穿透的聲賞和充滿力道的唱法 就聽覺來講從習慣的吼槍再轉為他們的聲線 不但沒有排斥感反而是一種很順暢的新感受 我個人覺得能呈現出來這樣算是蠻有風格的 有充滿力道的衝擊也有著流行女團的魅力 當初他們能夠朝向這樣的製作真正是很獨有的特色 讓歌曲類型變得更多元 不過這首歌的旋律及和弦進行由於它不是只有感動及情感轉折的類型 這邊不是指與書群歌的區別而是指旋律編寫上的類型 它比較刻畫在力道和它想要的故事性訴求 所以在和弦上是只有比較循環性質才能加強它的鋪陳 所以有可能比較喜歡和學上多代轉折感情的聽眾 會在旋律上的共鳴相對其他旋律轉折刻畫較多的歌 會在感受程度上比較沒那麼的多 不過由於它太編曲製造的氛圍太成功了 感覺直接代言電影或電玩遊戲的主題曲完全沒有問題 或許也是因為故事性和電影感的氛圍 讓這首歌的質感聽起來是頗為大氣的 能夠更清楚地建立專輯形象的主題 就毫無懸念地成為了首播主打歌 再來是Fairytale這首 剛介紹完Vision再聽到這一首 如果旋律上這首你是比較有感的 那就可以很直接地比較出來旋律上的主動感受 另外你也可以大概知道你在聽歌上是可能比較偏旋律性的 若旋律上有一些轉折情緒 會更加地吸引你 而這首的旋律及和弦編排 白話來說它是屬於有漸漸往上升的感覺 在製作上它想要將情感表現得更深刻 卻需要在段落中做多一點的和弦變化 並且下一些轉折的和弦 讓情緒能夠表達得更豐富 所以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的旋律取向 但以平均質來講 這樣的旋律編排是接受度高的 而這首本身的氛圍也會讓人有 像是漸漸走向光明的感覺 在人的直覺上來說就是更加地有溫度 所以這首應該是在更多人的內心中 可能會更加喜愛的 以編曲的類型來講 這首就是偏比較日系 用編曲來比較的話 你就更能直接感受到這兩首歌 在表現上是各自樹立在不同的故事階段的畫面 所以這邊也可以理解到製作上旋律及編曲的配合 它們是有相當的敏感度在處理 讓不同的故事性鋪陳在不同的編曲旋律上 而這首在編曲的音色上 是由輕的音色再漸漸霍度到高潮 一開始是用電擊它的clean tone開始 它音色的delay和reverb的空間效果 讓歌曲一直有種漣漪擴散開來的感覺 但在較緩和的主歌上 能夠讓空間有種漂浮起來的上升感 整個音場也有更立體 進度到副歌電擊它出來 卻有讓落影落線的上升感化為直接的力道 再配合鼓的節奏 一股向上及往前進的正向感 就如同破繭而出 讓人會不自覺地越聽越專注 並且跟著和弦進行的轉折 感受到旋律上的觸動 這在編曲上的騎車轉合是做得很棒的 主歌能夠製造期待感的醞釀 副歌也能夠輸出情感主動 和層次堆疊的高潮 另外重點是它的編曲類型 是完全大大加分它的旋律的 假想它若是完全用抒情歌的鋼琴呈現 就又無法將副歌那種類似堅定不移的信念 表現得很有力道 那若是把歌曲都用較強烈的Metal編曲 它又會蓋掉一些刻畫好的情緒 讓人的專注度轉移 所以在旋律及編曲上的適配度來講 這首歌是相當契合的 能夠被情感出動 又能給人一種深刻的信念能量 那這兩首歌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對這兩首歌的感受如何呢 可以留言讓我知道喔 以我個人來講Vision是相當耐聽的 畢竟我大概也聽了幾十遍有了吧 它在編曲上這次確實是有種全新更加往上的質感 是可以讓腦中很有畫面的 類似那種充滿電影感的畫面 質量上我是覺得很足夠的 而Fairytale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而說我也算是有旋律取向的 它整體上也有給我觸動的感受 它的音樂表現讓人會有一股正向的動力 在音樂的意義體現上來講是真的很棒的 最後如果您喜歡這樣的音樂分析系列 再幫忙多多支持分享一下喔 因為這樣的音樂分析算比較冷門 曝光度也相對比較低 所以也很感謝願意看完影片的你喔